今天你们不能不知道 我们要带大家来看到的是 台东太马里山峰 在今天出现了 罕见的云铺景观 长长的雪白云层宛若 瀑布一般清晰而下 气象专家贾行星表示 受到了西南风影响 水气充足 在地形抬升之下 水气凝结成云 顺着西南风 越过山顶 而未来一周 同样受到了西南风的影响 尤其是中南部地区 特别要来慎防大雨 而其他的地方 其实也要来留意 午后雷震雨 长长一片雪白云层 在山巒之间不断翻角 宛如瀑布倾斜而下 台东太马里山区 10号出现罕见的云铺景观 让不少目击民众又惊又喜 像今天因为是偏微弱的西南风 水气也够 台东那一带 因为那边的山还不算特别高 所以气流台深的过程当中形成云 然后它又有机会 能够翻过这个山顶 气流的流动就顺势把整个云越过这个山 气象专家表示云铺现象 其实主要出现在秋冬季节 另外在西南风影响之下 水气充足 搭配冷空气南下 偶尔也会看到 的确在未来一周 受到西南风影响 夜晚清晨 南部降雨明显 中部也有局部阵雨 至于白天 中南部要持续盛防大雨之外 其他各地也要留意午后雷阵雨 而气象专家贾欣欣也发文指出 梅雨已经移到中国对台湾而言 梅雨季已经结束了 定义上还是说在五月跟六月 都是我们台湾的梅雨季 那这个梅雨封面目前的位置 是在我们台湾的北方 那如果北方的空气有比较强的话 这个支流封面 当然有机会再靠近台湾一点点 但是后面的几率就是会越来越低 这个样子 就怕梅雨季结束缺水危机在线 网友也纷纷喊话 希望水库能撑住 气象署对此表示梅雨季结束之后 会迎来台风际不排除持续有机会缓解 吃惊水情 这是台东台北纵后报道